社交平台Facebook母公司Meta将增强公司在去年推出的培训计划 为扩增和虚拟实境领域的初学者和专业人员提供提升技能的平台 公司也将会提供200份奖学金给有兴趣学习软体工程的国人 这项计划获得我国政府的支持 自推出以来已经汇集超过3600人和300家中小型企业 英国新加坡数码经济协定今天生效 将致力于促进两国之间的数码贸易和数据流动 在协定下企业可通过数码完成交易 以及享有无缝隙和可信赖的数据流通等 消费者也能享有更好的线上消费保障和更安全的跨境付款 同时我国也和英国签署了三份合作备忘录 促进数码贸易和加强网络安全 协助本地企业在数码经济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